舞台2023自打开播以来 话题就没断过 能够俘获万千网友的芳心 一半的功劳都要归结于乐坛劳谋 实力派唱江周深 在他的加持之下 正片内容充满了看点 不论是选手的舞台 还是真人秀情节 只要有他的镜头 总能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欢乐 二公敬演舞台 带忙之中 特意抽出时间为李佩玲指导 一边教学 一边解读陈奕迅的金曲《孤勇者》在他身上 感觉不到半点偶像包袱学霸张玉子也是一样 二公平放大招 在钢琴上翩翩起舞 不愧是周深看好的学院 在较受伤的情况之下 还能将疯犬少年的天空同名单曲 演绎得如此完整 确实不易 随后登台的是霸总理天泽跟喜剧人王OK 表演正式拉开序幕前 周深直呼哪里向对手啊 事实也确实如此 毫不夸张地说 他们二人是本季最有CP感的一族选手 性格一个内向 一个外向 如果真的可以走到一起 确实再合适不过了 一上来不按套路出牌 号称自己准备了快板此话一出 周深脸上显满了好奇 本以为开口之后能惊艳全场 结果万万没有想到 就是一段平淡无奇的自我介绍 既没深度也没亮点 压根就跟快板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此时 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节目组 还为周深打上了冲击两个花字 如果不是玩OK性格讨喜 这段开场秀是必会尬出天际 值得一提的是 二人的选曲非常出众 选择了黄妈黄启山 今年的爆火单曲向云端要知道 今年夏天 共有三首金曲平凡霸榜 一个是欲可为的去有风的地方 一个是周深的 璀璨冒险人 还有就是黄启山的向云端 赶在本尊面前翻唱这首单曲 李天泽更往OK勇气可嘉 李天泽率先开场 经常听这首歌的朋友应该都发现了 编曲跟歌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嗓音还是一如既往的吻 再加上吉他solo 成功赋予了这首金曲不同的味道 唯一的槽点就是李天泽改编后的歌词 《远不及远去的利益》 《无形》当中 导致很多观众都没听懂他在唱什么 在看完OK 描编埃及艳后舞台致敬也非常到位 节目组真就为其打造了一片云 呈现出来的画风 特别契合远取利益 没有过多的改动 唱法也跟黄启山一样 相较而言 个人觉得王OK的舞台表演更胜一筹 起码没有出现任何让观众不舒服的地方 对其 不少观众都在弹幕直呼 看完王OK的舞台表演后 立马就点开了黄启山的音源 尽管唱功黄启山那么优秀 可王OK的像云端击中了很多台下观众的内心 当镜头切向黄启山时 早已泪目 能把实力派女唱江黄妈唱哭 某种层面来说 王OK就已经赢了 看到前辈黄启山心情如此激动 周深二话不说 主动起身 蹲在了黄妈的旁边 第一时间安慰了对方 看似不起眼的一个举动 再一次坐实了优质偶像的称号 这也正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都喜欢周深的真正原因 在镜头面前 没有任何果相包袱 每次都会毫无保留地把最真实的一面呈现出来 舞台支持时刻 黄启山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直言自己一次都没完整地碰过像云端之所以会这样 是因为黄启山想通过这首歌治愈更多的人 也就是说 这首像云端跟周深的璀璨冒险人一样 目的只有一个 只想为歌迷疗伤 不想让他变得太商业化 轮到周深点评时 总结得相当到位 觉得黄妈想尽量地保护这首歌给自己的那一份感动 一系列走心言论 说出了很多观众的心声 对于科米而言 周深的治愈单曲 一直都在陪伴着我们 而在周深心中 同样有一首金曲一直在治愈着自己 都以为周深会说一首自己的单曲 但谁都没有想到 拉过他无数次的单曲是中导美加的 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 相信不少网友都跟我一样 看完周深的采访 第一时间就去收听了原唱 果然不同反响 歌词也好 编曲也罢 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毫不夸张地说 能让周深念念不忘的单曲 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反复回味 为了满足台下观众的需求 黄启山带头 再次请场向云端简单三个字 听哭无数观众 话说到这儿 黄启山的向云端跟周深的璀璨冒险人后劲都太大了 每次听都有不同的感受 最终王OK不负众望 完胜李天泽 这个结果对于观众而言 完全是在情理之中 不知道大家都对王OK跟李天泽的翻唱 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 欢迎收藏 转发 留言 一键三连